BABY YOU GIVE ME I AM FI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爺 歡迎收看小安爺大俠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間 蔬食餐廳非常的特別喔 就是西根美墨風格蔬食 美墨蔬食啊 我們都會想到美式料理啊 就是漢堡薯條啊 那墨西哥呢就會想到說有Taco Pita或者就是有像那種 墨西哥捲餅或者又是像 玉米餅的之類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墨西哥料理其實很少吃 很少吃到也很罕見 所以我就很好奇 美墨蔬食到底是賣什麼樣的餐點呢 那就跟我們進去看看 有什麼好吃的蔬食料理吧 OK GO GO 他們家的餐點是要用點餐器來點喔 那現場有兩台機器 有一台是數位支付 那有一台是現金加數位支付 那我們就來操作看看喔 那先看到這個組畫面 就先點這個一級選購 然後呢它有內用跟外帶 就是內用 然後上面的選項其實是非常的豐富 可以用滑的方式 可以看上面的竹犬箱 我們會看到說可以點套餐啊 或者是有TACO 或者是漢堡 墨西哥堡 或者煎餅 還有一些小食的部分 那這邊都是全素 無奶無蛋 那有部分的餐點是含五辛 那如果說是含五辛的話 我們就看到這個 像例如這個烤玉米啊 它有含蒜 有花符有寫含蒜的就是不能去五辛 那如果說沒有花符寫含蒜 通通都是可以去五辛的喔 那我們可以很少先研究一下 用哪些餐點可以點 那我們就等餐點上來囉 我們的美味餐點已經上來囉 我們點的是豪華雙人餐 那再加點一份薯條 這個是TACO餅 那它是有炸蝦跟白花椰菜 我們來吃看看囉 它上面有這個檸檬粥 我們先擠一點上去 提升它的香氣 這個是白花椰菜 怎麼入口 哇 實裝flavor 這個味道真的是很強烈 好好吃喔 它上面有甘茄小丁 然後再加上美乃滋 整個吃起來很濕潤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白花椰菜 炸起來香香的 然後這種異國香料粉灑上去 整個風味真的是很夠 超好吃的 現在這個是炸蝦口味的TACO餅 我先拿一個蝦子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樣子長這樣 哇 先單吃看看 酥酥脆脆的 這麵滴不會太厚 然後有個小蝦子在裡面 這個當開胃小菜真的很好吃 它裡面有那種切細的那種生菜啊 然後跟那個紫高麗 哇 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它這個醬汁也真的是它的靈魂 吃起來真的是很美味 我覺得兩個人來吃飯真的是對的喔 我們就點不一樣的口味 把它吃起來喔 你看它這個薯條有沒有讓你很驚豔 古彩繽紛的 哇 上面又有那個酪梨醬啊 然後番茄丁啊 然後還有這個辣椒片耶 哇 這個薯條很墨西哥風的感覺喔 哇 這個辣椒是脆的 喔 是辣的 喔 真的好吃耶 它的辣椒真的有辣 它辣椒有後勁啊 還要點這個西瓜口味 超解辣的 加一點檸檬上去喔 你看這薯條也是有點粗度的 我超愛吃這種薯條的 喔 酥酥脆脆香香的 好好吃喔 它這盤薯條真的很有層次 不是只是一般的炸薯條而已喔 它上面的醬啊 又有這種酪梨醬 跟朋友來點套餐喔 我跟你講薯條一定要把它點起來 會讓你驚豔喔 因為我喜歡吃辣的 也可以錯過 哇 它這個還有那個辣椒片 然後再配這個薯條 哇 就把它吃起來 好好吃喔 接下來這盤是玉米餅 哇 它的玉米餅啊 很豐富耶 它上面的那個丁啊 跟醬汁 跟薯條是一樣的 它只是把薯條換成玉米餅 來吃看看 先吃原味好了 哇 酥酥脆脆的耶 你們有聽到那個烤汁烤汁的聲音嗎 這好好吃喔 然後再沾在它這個酪梨醬 好好吃喔 真的很爽脆耶 而且居然還有香菜喔 我超愛吃香菜 好吃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番茄丁 口味超有層次的耶 再加上剛才有領那個檸檬醬上去啊 檸檬汁的清爽味都出來了 吃起來不會膩喔 大推 接下來這道是野菇煎餡餅 哇 這個餡餅的份量看起來很足夠耶 你看它已經幫我們對切囉 對切的尺寸就已經長這樣子囉 大概有我的半邊臉這麼大 而且裡面的餡料啊 其實是滿滿的 非常的豐富喔 而且它還附了一個佐料 這個應該是芥末醬吧 還不知道 我們先吃看看原味 好香啊 好好吃喔 它這個餡餅啊 真的超級好吃的 它那個香氣非常獨特 然後呢 滿滿的那種辛香料的味道 然後又有很孜然味 而且它是全素的喔 我是不吃蔥蒜 所以它這個味道是很強烈 但是不會死鹹 然後再加上說它裡面的那個菇啊 切得比較大丁一點 所以吃起來又有點咀嚼感 哇 這個好好吃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表皮啊 煎得恰恰的 然後吃煎餅又很怕吃到很乾的 它不會喔 外面酥酥的 然後呢 裡面的醬汁呢 哇 醬料又很豐富 然後吃起來又很濕潤 所以吃起來口感很好 大推 我們再來沾這個芥末醬 我們來吃看看喔 哇 整個口味口感 up up上去喔 接下來這是我們的主食 通心粉 哇 你看它上面又有那個 起司粉啊 跟那個 紅椒粉的感覺 它是全素起司喔 好 通心粉 好好吃喔 它這個麵的軟硬度剛剛好 而且我很喜歡吃這種小管的那種 通心粉 吃起來呢 很像小朋友在吃那種義大利麵有沒有 我覺得會讓我那種同心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說它的香氣 真的很夠 然後它這個麵又不會太硬 吃起來很好吃 然後裡面的醬料啊 好的又剛剛好 我覺得通心粉很好吃很加分 這個是全素的培根喔 在這個通心麵裡面 它真的是一個靈魂耶 增加它那種淡淡的鹹度 哇 整個麵吃起來 非常棒的喔 我們點豪華雙人號餐 另外一個主餐就是漢堡喔 這個漢堡看起來 超好吃的樣子 而且 如果說你有在追蹤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說 安妮耶超喜歡吃漢堡的尺寸 就是這樣一個尺寸 因為有些漢堡做得很大 你知道嗎 做很大說真的要怎麼吃呢 說真的有時候會不會很難入口 但我覺得它這個尺寸是剛剛好的 可以看到它這個外面的那個麵包皮啊 其實它是有烤過的喔 烤得酥酥的 然後裡面的醬啊 然後有那種蜂蜜 應該不是蜂蜜 是芥末醬 然後跟它那個植物肉 還有沙拉 哇 整個看起來超誘人的啊 不囉嗦 直接吃啦 好好吃喔 這個漢堡啊 麻雀雖小 骨髒俱全 好吃的麵包皮 然後它那個植物肉排 很juicy 然後呢 它裡面有牛番茄 跟滿滿的生菜 你看整個吃起來呢 就是非常的鮮嫩多汁 然後又不會膩口 好好吃喔 你看一轉眼我已經吃了半個 超級好吃的 大推喔 吃完好吃的主餐 再喝這個西瓜椰子氣泡飲 超舒服 它這個西瓜味啊 那種淡淡的香氣 然後呢甜甜的 然後真的是喝起來很清爽很解膩喔 我們來到這個美墨蔬食 吃起來說真的 好吃大推 而且離捷運站超近的 從那個國父紀念館站 1號出口 走出來大約 7 8分鐘左右 可能我腳上比較快啊 那如果說是走慢一點 大概10分鐘就到了喔 吃完超美味的餐點 然後喝個好喝的飲料 哇今天這些餐真的是超幸福的 安爺吃素已經30多年了 我還沒有吃過墨西哥的料理過 我覺得這個餐點吃起來 讓我印象很深 口味非常的強烈 但是它不會死鹹 然後呢 餐點就是看起來又很精緻 我覺得非常適合喔 就是外帶內用都很適合 它這家餐廳呢 它主要是以外帶為主 那內用座位其實不多 大概8到10個座位左右 而且現場是不提供洗手間喔 如果說大家來到 國父紀念館站1號出口附近的話 可以來這邊走走喔 OK 以上就是我們的影片 如果說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留言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怎麼樣從菜單上面去分別 會去嗎 都可以去嗎 都是可以去的 基本上的話都可以做 準備泡菜系列 只有想到上面有些很帥 寫個海蒜 應該我基本都泡菜不能去 泡菜 然後其他的話都是可以 會不會去哪個海憶 可以去哪個海憶 可以去哪個海憶 可以去哪個海憶